大人 冤枉啊 孤佑极故名冤 青天明鉴 新冤群 十年 今日要审核案 陈上堂来 报告大人 有百姓申冤 税务奖励金造成灾民遍野 求助无门啊 是也 恕将案情受分明 报告大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万事用钱来当诱饵 贪婪的心会让人变成鬼样 现行的台湾财税单位与行政执行署 就存在这种漏袭 所以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陈一南老师提到 有税务奖励金存在 就会有冤案产生 请大人听听这些灾民的申诉 我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加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 我诉求无门 我得了忧郁症 现在又得了癌症 他们还给我 所以打掉我 想睡 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百多万 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没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 为了这个税 他们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在死亡边缘 国家还不放过我 救救我 我二十几年我已经撑不住了 国家还要跟我要钱说命啊 我要人民给我公当 国税局他突然给我来一个 总共架起来是一亿一千多万的税单 我为了这个案子 我连续六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 好几次都想从我住的酒楼跳下去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跟他澄情 他说我如果不罚你 你会跟那些继承人勾窜 我继承人都跑光了我会勾窜 而且这个案子是你们国税局申请法院指定的人 我会跟他勾窜 我等于帮你们解决问题 你要反咬我一口 这什么心态 这个我认为他讲出他心里的话 他就是把人民当贼 每一个罚名专利都要花了三四十万 才能够拿下来 十年来就申请了有1600张专利 领导人说要奖励我 可以拿专利给专利座驾 当你的股本 我傻乎的就拿了一张专利 然后去座驾了 本来我公司五千万 然后我现在座驾了变成三亿 结果呢 到年底我马上要缴税 要缴一亿五千万的税 我说我连卖股票都没卖 但是我就被瞌睡了 但是很不公平 我说那我股票给你押 他也不愿意 他认为我的股票没有价值 把我的所有的财产 房地产 所有的银行存款 全部查封全部拍卖 所以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我在105年的时候 我就收到国税局的通知 说要我缴奢侈税 我们夫妻两名下只有这一间房子 而且户籍也在他规定的期限迁进去 那为什么要缴奢侈税呢 那后来几经跟这个国税局了解之后 他用了各种法条解释 你就是要缴这个奢侈税五百多万 如果不缴的话再加计罚金 总共将近一千万 我婆婆的名字叫林王月 当时我婆婆看到这张税单的时候 吓了一跳 因为我公公婆婆 她们都是非常老实的人 也是很守法的 该缴的税都缴了 就把她退回去了 可是隔一年的时候 这张税单又来了 我婆婆是女生 那个林王月是男生 现在连性别 然后住职 还有身份证全部都改了 改成我婆婆的 就是硬把这张税单呢 硬凹就是她的 可是每一年呢 都是像候鸟一样 又继续来报到 结果呢 到85年的时候 我婆婆走了 可是90年 接到那个法院的那个强制执行 真的是吓 吓到了 我觉得说 家里呢 受到这么多年的折磨 然后呢 这些违法官员呢 他是逍遥法外 这些那个不认错 然后一错再错的这些官员呢 一定要受到严重的处罚 政府就一直都追税 追到现在 我必须要缴7千万的税 为了告示 我已经缴了4千多万 我几乎 对这个政府 失去信心 在政府的苦情 在政府的厚励 在政府的不修法 比平好人更加高 我为表达 人民的生存 这个在政府的欺贏 我死了 要有我们家够修 我家够修 我要有我们孙够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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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要点在 2013 2017 2018 2019 立法院审查议算时 都发现有问题 却直到现在仍继续编列 税务奖金金的存在 导致税务人员 亂开税单 产生许多税灾户 甚至造成灾民家破人亡 但这些税务人员 却不用受罚 这是民主自由 法治 人权国家 不应有的现象 应该废除不合法的行政规则 让税务奖励金制度走入历史 大人所言盛事 有位蔡富强律师 将税务奖励金 不合理之处 说得盛事清楚 现在 有请蔡律师 跟大人说分明 打开黑箱 迎向希望 欢迎收看绝对真相 我是蔡富强 今天我们来谈什么 今天我们来谈每日一词 叫大家一句成语 社属城虎 什么是社属城虎 意思就是说 倚仗着这个国家的公权力 在侵吞在自肥自己 这个就是所谓的国之贼 那我们今天来讲国之贼 讲哪个国之贼 台湾一直不是钱太少 而是贼太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出这些 国家的这些蛀虫 再利用的预算 来自肥的这些国家机关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国税局 国税局呢 他们自己编了一条预算 叫做所谓的查税奖金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种 所谓的自肥行为 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有所谓的考期奖金 有所谓的薪资 这些国税局都有 他们除了这个之外 自己又编了一条 所谓的查税奖金 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一个行为 大家一样都是公职人员 都是高普考及格 应试考上的 对不对 人家就没有另外的一条所谓的薪水 为什么就你们国税局独独有呢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 立委朱星宇呢 你看他多久以前 就已经提案把他废除了 可是呢 这些人呢 不死心呢 又偷偷的呢 什么呀 借私黄魂 又另外又编了一个名目呢 用所谓的作业要点这样的名目呢 暗度陈仓呢 又死灰忽然 又继续呢 编了一笔预算 然后呢实际上呢 还是在领所谓的查税奖金 那在今年的时候呢 民进党的立委呢 陈寅立委呢 他就踢爆了 这是苹果日报的报道 他说呢 这个国税局呢 滥发奖金啊 是人人有奖的在发放这一笔奖金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一种所谓的集团性的贪污 对于表现好的公务人员要奖励 我们不反对 但是我们反对这一种所谓的 集团性的贪污的方式 然后这种人人有奖的这种方式呢 在侵蚀国家的国库的这个财产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原谅的 你看从2015年呢 一共有28,246人呢 领走一亿元的所谓的查税奖金 那他的发放方式呢 更是离谱啊 就以这个陈寅说的 以台北市国税局为例啊 他们怎么发奖金呢 举办统一发票杯入跑可以发奖金 举办国小桌球杯锦标赛可以发奖金 办理变卖报废的资料 作业可以发奖金 办理小型送风机 太换工程可以发奖金 办理新闻稿作业也可以发奖金 然后发放奖金的人员有谁呢 工友 既工 驾驶 约屏人员 发放奖金的名目 跟发放奖金的对象 跟查税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名不符实嘛 对不对 可见的就是编了预算以后 要消 要怎么讲 要消耗预算啊 所以乱编一些名目把这些 把这些钱把它花出去啊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可取的行为啊 而且值等越高的呢 领的越多 前财政部长王建轩呢 就自己爆料说呢 他曾经有一次在他账户里面 发现呢 多了呢 一两千万 然后呢 他就很惊讶说 怎么会有这一笔钱 后来疑问之下呢 才知道是查税奖金 他觉得说 哎他不能领这种钱啊 因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在办 他是他是部长 他根本没有在做 查税的动作 他怎么可以领这种钱 所以他就全部分文位举的 发给他的同仁 好 那 前立委呢 黄文宁也证实呢 国税局呢 确实有编列查税奖金呢 而且预算惊人 我们来看一段 前纪委黄文宁的VCR 税务奖励金 其实在我2012年 13年的时候 我在当立委的时候 那年我刚好是 刚好是做总招 那我那个时候就写了一个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 税务奖励金全部删除 那那一年大概编了 一亿三千多万 那所有的国税局的人员 包括所有的这些 呃 主管机关 他们都去游说所有的院长 副院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委员 就说哎 叫我这个案子不能通过 过了之后 大家可能就日子难过 后来呢 他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先观察 他那一年没有没有没有放 但是呢隔一年之后 他们又再编了 在2016年的五个国税局呢 总共编了1.3亿 就是一亿三千多万的税务奖金 然后人人有奖 我们看看他们这些 领奖的人数对照表 在这个台北国税局 跟南区国税局 跟高雄国税局呢 更离谱的是 领奖的人数 还远远超过他们的实际员工人数 前财政部长王建轩呢 说呢这一笔钱呢 他拿了良心会不安了 所以他没有拿 但是呢 同样的担任财政部长的这个 张胜和呢 他却说呢 如果没有这一笔钱的话呢 他们国税局的官员呢 不足以养年呢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你现在又变相跟他拿 这个奖励金合理吗 你说 来部长说 说个公道话 是 我说公道话 税务体系 是国家 这是王若隆 以前前监察院长讲的 是国家三大执法体系 这个执法体系 如果待遇不高 他不足以养年 国税局的官员真的像 当胜和讲的 这么不堪吗 没有这一条钱 就没有办法 清廉致辞 好好的当一个公务人员吗 我想 财政部长张胜和讲的这些话 对所有的税务人员 是最大的羞辱 公务人员的连结 绝对不是这几万块 就可以收买的 这个 张胜和部长的说法 是自欺欺人 是自欺欺人 而且呢 我觉得 这样的行为 是把整个国税局的 税务人员 都把它拉成跟他一样的 一秋之河 没有呢 从国家预算里面 A一些钱出来呢 放入自己口袋呢 就没有办法清廉致辞 我想这个是自己对自己最大的羞辱 今天呢 就说到这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大人 大人 台湾的赴税制度 也因奖励金而遭到扭曲 例如 税捐基增法第39条规定 纳税义务人 对复查决定之因纳税额 需缴纳三分之一 并依法提起宿愿 才可暂缓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 如果被磕三百万 要先缴一百万 才能不被强制执行 许多善良百姓 因为不懂税法 而被克重税 或是因不识税单 而遭克税 如果没有钱 要怎么办呢 这些税务员 开假税单 征领税务奖励金 这样 又符合民主与人权吗 税务奖励金 以严重侵犯人权 为了国家整体的未来与前途 台湾一定要全数删除 不合理的税务奖励金 才是治国王道 是也 你让台湾前财政部长 王建宣去教教 这群违法官员 怎样当一位有良心 不贪财的好官 是 是的 大人 有请王建宣部长 我们台湾的人权呢 可以说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 基于我们的理想 还有谣言的路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不公平侵犯人权的事发生 媒体一再的报导 但是也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违反人权的事情 绝大多数是来自政府的施政所造成的 所以在这方面 政府就应该要有觉醒 而不是单单签了两个公约 或者出一些报告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今天要提出两个 如果我个人觉得 这两点如果都能实施的话 我们国家的公平正义一定会更多 违反人权的事会大大的减少 我们会成为一个人权进步的国家 首先就是有很多的行政法令规章 我们在制定这种法律 尤其在行政机关做很多解释的含令 定的一些办法 什么细则 注意事项 还有它的解释这些 常常跟母法的意志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这部分 这个法是我在实施 这个法是我在解释 这个法是我在执行 我说了就算 在人民就 虽然有法律的管道可以去遵行 可是常常缓不及及 最后 还是不了了之 人民心中只有它的痛 但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 人民心中有很多痛 而不能解决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安和乐利 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进步 我要举一两个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 我最近去看 台湾最大的一个植物人的安养院 它是免费 而且照顾的水平几乎跟医院一样的高 我讲这个干什么 我们政府有办法来照顾这些植物人吗 没有办法 但是有民间的单位来照顾 我们政府的设政人员 在那个点做的像大爷一样 定出一些奇怪的办法 譬如说 他在身心障碍设置的标准里面说 植物人安养院 厕所要六比一 就六个植物人要有一个厕所 所以我六十个床位 就要有十个厕所 那有九个厕所怎么办呢 少一个厕所 你要退掉六个人 退掉那六个人 都是低收入户 你要叫他去哪里 去叫他死吗 我们政府怎么会规定 这样的东西出来 跟他讲 他说你讲的意见很好 留供参考 他就是不肯去修改他这个东西 植物人 大家晓得 植物人拉屎拉料 通通在床上解决 你知道吗 有哪一个国家的植物人 可以下床去上厕所的呢 恐怕只有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官员 有这样的神奇 这不要列入今日记录吗 他就是不敢 我们政府机关里面 还有多少的机关 有这样狗屁蹈蹈蹈的事情 伤害人权 人民没有办法 后来内政部给吴副总统答复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他说 这些植物人安养院啊 去年前年啊 平等 好评啊 都假等优等 他说族政啊 我们的规定啊 他们都能够实应 也对啊 他们六十床是有十个厕所呀 可是你不晓得他心里面多么的愤怒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搞呢 我是管理的 我是衙门 我是当官的 所以政府机关里面充满了这种官僚的气息 科源政治 这是弥漫在我们国家行政体系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改 我告诉各位 你们开一百次这样的会议都不会有用的 我最不能够理解的 居然还去跟副总统报告 副总统就把文转给我 说他们讲的 他们都 考假等优等 逐渐他们都已经适应 这种啊 我是痛恨这种 不适应人间烟火的这种官员 我这样讲 不是单单这个事是在设政的单位啊 其他单位都是 包括小弟从前做财政部长的财政部 不 刚刚你们讲的很多负税人权 我是很同意的 有一个你们 有个负税什么 一个会 找我出了一本书 找我写一幅 写一个序 我的序的名字就是说 我是个罪人 我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乱七八糟 这种不是人烟火的法令 这种解释令出来 让人民非常难过的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保证在我手上有 所以我说我是个罪人 我们很多政府的官员 在定法律的时候 在做解释 在做执行的时候 他们不觉得人民的痛苦 只有像我这样 搞了一些法规 让人家很痛苦 今天我又来做慈善事业 我在适应的时候 我觉得很痛苦 我在想到自己从前这么混蛋 所以这些官员都应该下来 让他们做几点事再回去做 他就会晓得人民的痛苦在哪里 什么公谱啊 公谱两个字在中华民国不存在 我告诉各位 所以讲到这个 我就觉得我们第一个要提出 让政府的做行政个新 这个民怨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 说他们都考啊 优等贾等啊 足证我们的规定 他们都能够适应 这个就是欺骗长官 你知道吗 所以因此政府的公务员里面 如果不能够做改革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 他就一直给你骗骗上去 这底下这一群人就是这个调调 所以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出来要讲话 要讲话 所以我是呼吁今天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的政府 大家一起要来做 我今天拉拉扎扎扎讲了很多 语重心长 谢谢大家 嗯 王俊宣部长 真是好官啊 有为者亦若是 师爷 您务必多多广传这部影片 让王俊宣部长 好好教化这群 违法没良心的官员 解救天下苍生啊 遵命大人 遵命大人 很可怜 那我在祝宣部长 要干吗 是